金黄的烤肉焦脆可口 软嫩的焖肉回味无穷 作为一名美食up主 经常会收到一些奇怪的需求 比如说这一条 老丸子老丸子 小时候看50外传的时候 记得他们吃过一个 长得像扣肉 但吃起来还嘎吱响的菜 看得我呀 是一直流口水啊 拜托老丸子 请做一下这个吧 对了 给你画个示意图吧 这个 这个叫示意图啊 说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心情是这样的 不过看他说的挺好吃的样子 我还是研究一下吧 这个剧的设定是在明朝 所以是明朝的食物吧 什么像扣肉又嘎吱响呢 这时候老良塞了张图给我 说 你看这个行不行 这啥 我猜你肯定是读不出来这个字的 这个叫水炸肉 这个菜出自明代高连所著的 尊生八尖 尹钻服饰尖 不错啊 就是你了吧 那我就以这个配方为基础来做吧 咱们在古方的基础上 保留精髓 大胆创新 总而言之 怎么好吃 怎么做 一块肥瘦相接的五花奶 先给它烤个脆皮出来 把腌制的材料 均匀地涂上去 切开的缝隙里 也要涂一遍 我手入味了 为了保证脆皮效果 猪皮要先腌制一遍 不嫌麻烦的话 每四个小时刷一次 效果最好 之后要倒掉盘子里的醋 猪皮朝上放置一天 烤制之前 用小刀在猪皮上扎孔 大概要扎到这个程度 为了保存丰富的肉汁 咱们要把肉包起来烤 用蛋清和粗盐来做一个外壳 垫一张锡纸在下面 底部就不会太咸 每个边都要包住 用手摁紧 用上下火230度烤45分钟 你凑近点闻闻 这个缝里面全都是肉香 烤肉挖出来之后 刮掉表面的盐 接下来回炉做脆皮 这一步有可能会烤焦 建议大家像我一样 小心的开火 用心看火 脆皮就会很好看 没有烤箱又油炸也能做这两步 但炸猪皮比较危险 火候也不好把控 室温冷却10分钟之后 就可以把它切开了 你听 这个肉在说 趁热吃我 行 满足你 平时坐到这我就开吃了 但今天还不行 咱们得把它做成扣肉的样子 沾满酱汁的肉皮朝下码到碗里 好像做多了 塞不进去 一下就愣住了 这人太多了 最后放弃让它们都站着的想法 后面上车的全给我躺着吧 直接水煮的话 会破坏形状和香味 改用蒸的方式会更好吃 大火20分钟 转小火蒸40分钟以上 盖上盖子 让肉来个华丽转体 用这招之前先要放凉 要不然手指就会烫熟 碗里的汤汁要先倒出来 要不然汤以后直接就浇到你头上 这份21世纪水炸肉 大功告成 小梁 怎么 吃哪一块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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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和焖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隐约有一点椒盐和俘乳的香味 哦 嗯 瘦肉咸香 肥肉用舌头一拨就化开了 我是老丸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